大家好 估计你们很多人那边已经开始下雪了 所以主主要给大家分享适合冬季的 用栗子来做的法式甜品 蒙布朗蛋糕 如果家里没有煮熟的栗子的话 像我这样首先煮熟栗子 开始准备海绵蛋糕 搅拌机里倒入全蛋 开始搅拌 砂糖分三次倒入 搅拌至鸡蛋腾乳白色为止 最后倒入面粉 用低速搅拌至均匀 搅拌完把它放入烤盘里 表面抹均匀 把烤盘往桌面震几下 放进预热到180度的烤箱烤18分钟左右 做好的海绵蛋糕上用圆形模具或小碗之类的压出圆形蛋糕 继续做栗子酱 把煮熟的栗子切拌 用勺掏出栗子肉来 把它放进搅拌机里 倒入奶油 搅拌成泥 开中火把栗子泥倒进去 再加上香草籽和砂糖 边煮边搅拌 这样把多余的水分蒸发掉 直到它成为非常粘稠的栗子泥 把做好的栗子泥分成两等份 一个放入黄油搅拌均匀后 用保鲜膜包好冷藏待用 另一个倒入可可粉 搅拌均匀后也用保鲜膜包好冷藏待用 开始打发奶油 砂糖分三次倒入 打发到硬性发泡 倒入刚和可可粉搅拌的那一半栗子酱 搅拌均匀 这样栗子香提做好了 做蒙布朗蛋糕需要专用的裱花嘴 但是一般家里都不可能用 所以大家可以像我这样 把矿泉水等塑料瓶嘴部分剪出来 放进裱花袋里 然后在瓶盖上又插出五六个小孔 把瓶盖盖上 就成了DIY蒙布朗蛋糕裱花嘴了 在这里面要倒入跟奶油搅拌好的栗子香提 开始组拼蒙布朗蛋糕了 在最底面首先放一张海绵蛋糕 上面放一个栗子 按栗子就变得像挤冰淇淋那样挤出栗子酱 继续挤出栗子香提 最后上面放上一个栗子 撒一些糖粉 像布朗峰上面的那层白白的雪 这样蒙布朗蛋糕完成啦 蒙布朗蛋糕完成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变速简直到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